事實上我們這間教會 都在移民潮底下開張的成立 我們很想成為一個團體 能夠讓在移民潮底下來的香港人 得到療傷和休息 最近這兩年成立了不少 為香港人而設的教會 當然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那種的共鳴是會大的 但是一下子之間 如果這間教會只有三十多人 如果來二十個香港人 那容易一些融合 但可能是短短兩三月之內 是來六七十人 那就變成原本的人 就有一種感覺是客家佔地主 本地教會和香港的教會會有 需要調整 不可能完全要本地教會 完全改革內適合香港教會 今天預計會有多少微信的人 其實暫時還未預計得到 我們就會在這裡做港台 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太陽光一照到正 很慘 他的太陽不斷射下來 看不到 要走歪一點 梁永善是香港基督教明恩堂的創堂牧師 有超過三十年管理教會的經驗 2021年移民來到英國之後 他沒有成立到教會 反而去不同城市的教會傳道 那天他就來到利物浦 這一間由香港傳道人 在年多前成立的教會 其實現在短短在這兩年裡 就多了不少專為香港人而設的教會 香港人來到英國的時候 英國傳統已經有很多的教會 但是很可能一下子之間 突然多了很多香港人來 比起原本的教會的人數多很多 有一段時間要去融合或者磨合 又或者那個文化有些不是很同 所以後來有很多人就會覺得不太適合了 就離開了 所以有一些牧者不止一間的 他們就會覺得 不如我們就開一間新的教會 希望專門地去服侍香港人 因為大家都有相同的語言或者文化 甚至是那個背景 這間就是其中一間了 好 多謝大家 今天幫忙在報導會裏做陪談員 今天兩件事 第一 第一 就是一些新朋友他們缺制 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 國鴻龍傳道2019年拿工作簽證 來到英國教會做事 年多前 他眼見很多新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需要幫助和心靈上的照顧 所以就遲了份工 創立了這間教會 回眾由初初不夠10個香港人 增加到現在差不多有120人 最初在我家 在我家都失去了 房間都很小 但他們就排排坐 那時真的插針也插不進去 我們問點左右倫理 借椅擺在家裡 用自己的電視機播放電話 港道就是我 到真的坐不下 我們就去到處找本地的教會 我們試過去聯絡一間教會 就是他們本身只有幾十人的教會 他形容就是 我們很難去吸納我們這班人 因為突然有人湧現 我們找了十幾間教會 最後只有這間是租到場地 我們看見很多香港人有需要 我們想做多些事情 譬如幫助他們來到這裡的適應 可能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找學校 找屋 找車等等 在心靈上 原來他們都很需要有人去明白他 我想在這幾年裡 香港的弟兄姊妹 他們本身都有帶著很多自己的需要 情緒 或者是他們可能有三四成 他們是沒有信仰的 他們覺得很想找人生的意義 和很想療傷 所以他們在這一個教會裡 能夠再建立他們生命的方向 如果大家都是共同的背景 或者是共同的經歷 的弟兄姊妹 大家的溝通和明白會多很多 我想問一下 我也有講過幾次 今天人多了 有哪些是第一次來的 請你舉手 第一次來 根據英國宗教團體的調查 在二百多個華人基督教團體 和組織裡面 有最少17個是在過去兩年成立 包括這間教會 那個特色就是大家的形聚力很強的 就是較為熟悉的 但是就在英國建立這些教會的 牧者是會很辛苦 因為突然間就湧了一班人來 以我自己住的區 都是建立了一間新的香港人教會 一開始有多少人呢 差不多二百人了 那麼你作為那個牧者 只有一個 就是full time 所以那個流動性是很大的 我看到 那麼可能每次聚會都二百多人 但是當中有四五十人已經轉了 就是上個禮拜來的 但是今天禮拜沒有來的 但是又可以一次過來三十幾 四十人 是新來的人的 所以他們所面對的壓力都是沉重的 來了英國兩年多 梁永善走訪過不少教會 他體會到大量香港人移居英國 令傳統英國華人教會迅速增長 不過同時也都為這些教會帶來了衝擊 這日他就探訪利物浦一間 由中國內地牧師成立的華人教會 牧師鄧永望說 他們的教友以往只有內地人 大約兩年前才開始多了香港人 我一開始就是兩個家庭 三個家庭、四個家庭 到差不多五、六個家庭開始 我就跟他們說我們要從2021年9月 就要開一間廣東話堂 因為如果將從香港內 跟大陸的人一起崇拜 就是福祉不太到位 鄧永望說 教會過去只是普通話崇拜 開設廣東話崇拜 將新舊兩批教友分開 除了是語言上的分別 也是因為 看到他們在政治理念上多了矛盾 由香港人來到之後 因為可能就是 有些跟大陸的人 或者跟原來那個 居民 有些政治上 有些 不是完全一樣 大陸的人 可能有少少人 政治 那個 這個 一方面 比較堅持的規定 所以我們不想有這些衝突 新舊人分開聚會之後 每個禮拜日的廣東話崇拜 平均都有大約30人 不過有部分行常出席的香港人 近幾個月都沒有再出席聚會 鄧牧師不肯揣測背後的原因 香港過來的信徒 很多是從不同教會過來的 可能從十間二十間不同教會過來的 但是它的風格 跟這邊的風格 可能都不一樣 你覺得當中有沒有政治的原因 影響到這個情況 其實政治方面沒有什麼 但是可能 雷深深處都有這些 有這些感受 是不是 因為 有些少少問題出現 那個深沉的感受 或者受傷的經歷 表現出來 都可能有這樣的 我們也有談過 當然沒有非常深入談過 一部分人也有談過 可能都有這方面的因素 我們接觸過 已經離開這間教會的香港人交友 他們不願意接受訪問 不過強調他們的離開 和教會風格和政治立場無關 本地教會和香港的教會會友 需要調整 不可能完全要本地教會 完全改過來 適合香港教會 那麼本地教會 也不可以要香港人 那個過來的人 全部改過來和你一樣 當然我也覺得 原來那些教會的目者 需要有那個比高 好的心態 因為我們原來是主人 突然間好像我們變成行人 同樣香港移民 要有好的身體 雖然我們人來了 是多了 但是我們要尊重本地教會的 發展歷史 發展的需要 所以我們需要彼此理解 彼此展覽 去年10月 英國倫敦神學院 和英國及海外聖經工會 合作展開聖經與英國華人群體的研究計劃 研究顯示 中國大陸基督徒 和香港基督徒之間 存在著一觸即發的政治矛盾 分別有三間不同地方的華人教會 都發生過兩者拒絕互相代討 甚至不願意一起坐的情況 其中一個原因是大陸基督徒 對中國的看法比較正面 香港基督徒可能會反感 結果是因為傳一封的術 被判了四個教會 如果相對 因為公不公平 我個人覺得是不公平的 梁永善觀察 香港人加入本地華人教會 的確為教會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就好像一向感言的他 有時在港獨裡加入時事評論的例子 都會引起一些回眾的不滿 我說一個單親媽媽傳一封信件出來 就是煽動 雖然兒子12歲在法庭裡 都求情說可不可以放我媽媽 但法官說這不是求情的理由 都要坐四個月監 但我說一個打死別人的警察 律政司是由誤殺一路 減減減減減 就是控罪越來越輕 最後是坐七天監 大家覺得是否公平呢 我會講這些例子 但我現在說的是事實 我沒有去誇大 但有些人就不滿意了 在挑動 我想是特別耐在這裏的那些 或者他們是很支持政府 總之他們一定是對的 那你說這些就覺得不好 那你怎樣得到平衡 是沒有得平衡的 我自己有一句說話 成為自己的提醒 就是不能盡如人意 但求無愧於神 就是一篇道理 沒有可能滿足所有的人 我只可以去檢視 總之有人批評 我不會立即否定去 我會去檢視 我會去檢討 我覺得仍然是對的 我繼續去 梁永善覺得 交友來自不同地區 價值觀和身份認同有差距 無可避免會對當地教會造成張力 不過最重要是互相尊重 不要互相指責 新舊人之間應該多些了解和包容 因為有一些教會 就是過去可能很多年 甚至主要是國內的弟兄姊妹 無論如何 始終文化上有一定的差異 但是其實 我又覺得是可以互相的融合包容 我經常都說 一定要找什麼是絕對 什麼是相對的 譬如很簡單 敬拜的形式 可以有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 那個牧者分享的訊息 是否合乎真理 有沒有好的《色經》 就是解釋聖經 以及那個的應用 嘗試去看看 那些人 他們現在做這些事情 背後的理念是怎樣 我想能夠多些了解 就能夠容易些去包容 容易些去接納 以及容易些去投入 最重要的 不要只是去批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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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主 有ACM來我們當中 也有梁詠仙牧師在我們當中證上 我們不如… 在過去兩年多的移民潮之下 華人教會成為了英國發展最快的基督教群體 這間同樣在利密浦的華人教會 原本只有20幾個移居英國很多年的香港人和內地人 牧師劉家華在2021年8月移居英國接手做唐主任之後 現在150位教友中 差不多九成都是新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他說一下子多了這麼多人 改變了原本教會的生態 以前怎樣牧羊呢 我聽他們說 就是武家 就是崇拜 因為只有十幾二十人 就是二十幾人 所以他們都好像一個團契形式 有時崇拜可能就是播一播一些廣道的影片 可能有時互動都不會說很多 但是現在就多了很多 劉家華說 接手教會之後 沒有感覺到新舊人之間有很多政治上的矛盾 不過為了令他們之間融合得更好 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他不時都要做診斷 和提供平台給大家互相了解 因為我經常都會問 問回這裡本身教會的頂尖 不斷有很多新朋友來 他們有什麼感覺 我又覺得他們很正確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們說很開心 有很多不同的人來到當中 又可以互相認識 他們好像感覺到 原來我們有責任去照顧一些新的來的人 所以每一個來到的人 其實特性姊妹真的很快 他們會和他聊天 和他接觸 不過幸好教會 有Kym是以前教車的 我又捉了他 放著我 周圍駕駛 我當初回來其實不是很多香港人 大概可能本地的 在這裡本身的教友和我們的數量 可能差 那時候差不多 我們其實很感激他們 雖然不是家人 但是很親密的感覺 還有他們會 譬如過時過節 都會知道我們沒有親人 沒有朋友 都來應該這邊 那問我們 去不去我們一起吃飯 或者我們去酒樓吃飯 一不一起來 感覺其實是很溫暖 很親切的 是啊 今天有熱刺對 是啊 對利物浦 那你是 戰者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 我自己一直思考 其實有幾樣東西 我們都不斷去做 希望成功的 但是第一 就是現在我們 譬如完了崇拜 我們就會去一起喝茶 聊聊聊 第二個就是一些外言 那這個外言 其實就是大家給此貢獻 可能沒有家庭 帶一些食物來 大家可以聊聊 你做甚麼 他做甚麼 我們都沒有甚麼魔法 但是就是一個平台 讓他們有多些機會交流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感覺 梁永善說 他樂見有香港人 能夠融入華人教會 隨著移民潮的發展 華人教會遇到融合問題的情況 會持續 可能會有更多新教會成立 他說只要互相尊重 教會就可以避免出現分裂 其實我會覺得最重要 我總是建立了一間新的教會 我不會故意去另一間教會 或者原本的教會 拔走那些人 然後去說這間教會 很多不事 這些好不好 我覺得不需要 亦都不應該這樣做 那些人覺得 延處那間教會 很遠不要進去自己主觀 或者自己個人的判斷 要尊重他們 如果有些人過來 你要去歡迎 但就不要刻意 那就不會造成分裂 正如保羅自己說 有些人傳福音 是出於妒忌 有些人傳福音 是出於紛爭 有些人傳福音 保羅很固大格 又何況呢 始終福音是傳開了 那麼他分了出來的時候 始終有多一間教會 就有多一些機會 多一些機會